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女士先生 也要谢谢这次前来接机的我们立法委员黄昭顺 立法委员陈一鸣 还有远从彰化来的我们前立法委员萧锦田 中华民国农会的理事长 也代表我们农运团体一起来接机 非常感谢 那还有我们所有的团员 整整跑了六天 真的是非常辛苦 开玩笑讲起得比鸡枣 跑得比马快 哇从头忙到尾 这六天我都感觉 好像老了很多 你议员还是很年轻 真的我们办了非常多事情 每天所有的行程 都是从早到晚在跑 而且所有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大家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 所以也很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来 请 有哪一家们想要评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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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晶貫市長 那這些民主黨在海外的地方 或我們台灣的黨內政策 那未來有些什麼 法律環出來說 吳主席後來聽我們 那另外就是 這些市長在海外的時候 又有一個妙禦說 老鼠這問題請不拖鞋 謝謝 如果吳敦義主席來高雄看我 我一定熱情接待 沒問題 老鼠拖 拖鞋的意思就是說 拖鞋比較大 老鼠比較小 有什麼精彩的故事啊 好玩的故事啊 好的事情的發生啊等等 這是一個比喻而已 可以回來之後我們人在香港澳門大陸 講不方便 回到台灣可以暢所欲言 所以什麼話都可以講 就用老鼠拖拖鞋這個比喻而已 沒有其他的意思 好 請繼續 市長 那種DVPS的文心 然後剛剛那個問題到那個 吳敦義主席是因為他這幾年 有保安說總會增長 或者是這個特邀 特別邀請你參加出權 所以這兩個方案 您可以再來 我想特別跟各位新聞界各界的好朋友報告 這一次齁 我們市政府的幾位局長 還有水團的十位市議員都非常的辛苦 我覺得 這次去外面搶訂單 去外面交朋友 要很感謝我們市政府這些局長 還有這些議員 以及農會跟漁會的大家長 我們真的團體 大家手連著手心連心啊 咬緊牙根啊 幫農民漁民 還有種花的花農 搶到非常多的訂單 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覺得 談我個人 有沒有什麼興趣 2020 我想 對這些辛苦的團員不公平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的辛苦 如果各位對於我們這次出國六天 有什麼心得跟想法 歡迎大家提問 好不好 好 我們真的都很辛苦的 嘿 廈門衛星 喔 廈門衛星 你好 想問一下 這次您到廈門的時候 看到市長 對的廈門人士們 就是在台北的地方 也是下 而且大家的一個 台灣的投資 對 他跟其他組織 詢問 對的生活 也不一樣 第二個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OK OK 好 好 我想我們團員 到了廈門 真的感覺 非常的親近 語言 食物 還有建築物 還有各種宗教信仰 完全是通的 而且台灣兩間三百萬人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都是從福建來的 所以 我們高雄團到的廈門 我們立刻就可以融入了 昨天晚上聽到了 閩南語歌曲 哇 實在是讓人 聽得實在是天賴 太好聽了 我們每一個團員 都為之動容 聽說他們為了我們這次演出 全部是台灣 台商跟台商的眷屬 幫我們演唱這個閩南語歌曲 實在是有夠好聽了 所以生活上 習慣上 完全可以無縫接軌 這個 應該大家在廈門都很愉快 第二就是廈門高雄 將來我們辦雙城論壇 我們市政府這邊 一定會全力來做準備 那對於廈門跟高雄 未來青年交流 特別是幫青年打造創業基地 幫青年在創業的時候 推青年一把 幫他們找資金 找輔導 找法律跟會計的人才 幫他們介紹廠商 讓年輕人創業 我想高雄這邊 也會加大力度 因為廈門這邊已經做得不錯了 那還有體育的交流 還有城市之間 各種商業企業 那雙城跟雙港 廈門港 現在排名全球第14 高雄港 排名全球第15 兩個港口之間 將來還有合作的機會 那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我們未來 希望廈門跟高雄之間 能夠更緊密的往來 我們有些人感到 創作歌手叫他們去 所以不要幫高雄沈一首 創作歌手幫高雄來沈一首 創作歌手幫高雄來沈一條 創作歌手拍手 創作歌手拍手 是可以嗎 創作歌手拍手 創作歌手拍手 我想我們這個團 從第一天到第六天 昨天結束 所有的團員 都是集體行動 那麼這兩天我也知道 民進黨一直在修理我 批判我 說我們去中聯辦 就是要賣台 高雄市長能賣台嗎 第二 高雄市長去跟中聯辦吃一頓飯 帶著老婆 帶著市府官員 還有十幾個高雄市議員陪同 然後這種狀態之下 吃完飯 喝完酒 準備賣台了嗎 要如何賣 我們只知道賣菜 賣水果 賣魚而已 我們怎麼會賣台咧 我們哪有權力去賣台 這個被無限放大 這個非常無聊 民進黨執政三年 你有辦法 就讓人民過好日子 你幫農民 漁民找通路 幫勞工解決低薪的問題 幫各行各業弄得興旺 我韓國會投你民進黨一票也可以啊 你把經濟弄起來嘛 把國家弄得有希望 讓各行各業欣欣欣向榮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扭曲來看我們呢 你看我們的眼睛 看我們的表情 我們這六天非常疲倦 就是要幫基層的農產品 漁產品找通路啊 這跟賣台有什麼關係 高雄市長可以賣台 屏東現場能不能賣台 台南市長能不能賣台 澎湖現場能不能賣台 你完全胡說八道 哪有賣台跟那十個議員一起去賣台的 所以民進黨這一連串的 太無聊了 我也聽說昨天前總統陳水扁足足罵了我二十多分鐘 早上兒子到法院告我 晚上老子開直播 爸爸開直播來罵 這對父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得搞不清楚咧 他們都是身在高雄的人 看到高雄市長這麼努力 為什麼不祝福我們呢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賣台有什麼關係 好 請繼續 我也不知道 我不單說了 問一句解釋我們要來解釋 提醒大家會問過嗎 下一份請來個探討 嗯 小明※ 老師 妳來一點 學生記者 記者 說得到啦 恭喜一份最新的媒體的民調 就是針對於露都的 釋你此處的民調 您在民調當中呢 是 露都當中呢 就是 大家最期待的 總統候選人 這個結果真的很大 另外這個民調也顯示出 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您跟賴智總是對峙的 你怎麼看這樣的結果 另外呢就是對於有一個施政滿意度的調查 雖然就是在六一當中 您的投資大致的期望就是要成功 不過在施政滿意度上呢 這個不滿意度有沒有看到 那麼這樣的落差這樣的一個 您怎麼看 施政滿意度不管評分多少 被打成績多少 我們都必須要繼續往前衝 繼續幫高雄帶來更繁榮的狀況 更繁榮的可能性 更繁榮的發展 這個不會懈怠的 不管成績是多少 人民怎麼評論我們 我們都會努力往前衝的 那六都如果選總統民調 我想 目前為止都不在我的考量 賴清德說我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弄得我臉都紅了 我都不好意思 我只好回答一句話 賴清德是百年難得一見 說老實話的政治人才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這樣就好了 謝謝 下次來 太適合了 謝謝了 外面好多人在等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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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